文森范古,一位悲剧性的画家,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,一生穷困潦倒,他的画作是在离世后才被世人所重视。 范古的作品,如《星夜》、《向日葵》、《麦田群鸭》等,现已广为人知,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画作。 由于性格及精神上的特点,范古并没有多少来自朋友对他的记录。 不过,有一批珍贵史料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位画家真实的一生,那就是他与弟弟西奥几十年间来往的信件,以及范古留下的两千多件艺术作品。 1853年,范古出生在荷兰南部村庄,金德尔特一个中产家庭中。 因为父母第一个儿子的早妖,范古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。 纹森这个名字,其实原本是他一年前腰折的哥哥的名字。 范古共有五个兄弟姐妹,他与小四岁的弟弟西奥关系最要好,两人经常出现来往,日后这位弟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经济资助来源。 范古的父亲是名神职人员,又有当艺术品交易商的叔叔伯伯们,因此范古从小就承受宗教和艺术气息熏讨。 由于家庭环境还算不错,范古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 在结束学业后,16岁这年,范古到叔叔持股的艺术品交易公司,古皮尔的海牙分布间隙。 1873年,他被派往伦敦分布工作。 在追求房东的女儿布果后,感情上受到创伤的范古被调到巴黎,不久后就被公司解雇了。 1876年,范古的家人搬到了荷兰北部的埃藤,而他则又回到英国担任一间学校的教师驻守。 此时的他陷入了宗教狂热中,接着进入了一家传教士学院接受培训,然而最终考试没有通过。 1879年,他搬到了比利时南部的矿区,伯里纳日开始了传教的工作。 矿工们贫苦艰辛的生活,给范古留下了深深的感触。 于是他提起画笔,把贫穷人们的生活定格于纸上。 然而,范古极端强烈的宗教情感与悲天名人的性格,最终遭到解除职务。 1880年10月,他搬到了布鲁塞尔,开始研习绘画技巧,也和其他画家有了接触。 1881年4月,范古回到埃藤的父母家中。 范古的父亲想要他进入教会工作,但这时的范古痴迷于绘画,因此拒绝了父亲的提议,再度离家前往海牙。 两年之后,范古又回到了他家人身边。 他重新聚居到父母位于纽南的牧师住宅,不过却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。 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,并完全埋熟于绘画中。 这个时期,范古的画作还是以身色为主,主题大多是劳作的农民。 1885年初,巴黎的画商开始对他的作品产生兴趣。 范古决定用他的第一幅主要的作品《吃马铃薯的人》和几幅农民肖像参展。 但这些作品都没有卖出去,范古的弟弟西奥认为,范古的这些作品色彩都太过灰暗,不符合当下流行的亮色的印象派画风。 目前过世后,范古于1885年11月移居比利时的安特卫普,从此离开了故国荷兰,之后就从未回来过。 穷困潦倒的范古,只能靠着弟弟寄来的钱购买绘画用品,每天只吃面包,喝咖啡,抽烟,也常常酗酒。 范古于1886年3月来到了巴黎。 多留巴黎期间,范古接触到了当时主流的点彩画派和新印象派作品,并绝视了刚到巴黎的高庚。 在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后,范古的画风也一改之前的阴暗沉闷,变得简洁明亮,色彩也强烈起来。 吃马铃薯的人的黑暗色调,很快让位给了明亮的色彩,比如蒙马特山顶的彩石场。 当时巴黎艺术市场盛行日本服饰会木刻版画印章,范古也在其中发现了新的灵感源泉。 早在安特卫普时,他就对这种艺术深表兴趣。 这些东方特色的出力轮廓,这幅和色彩对比的风格,很快就被运用在范古自己的画作中。 在绘制了200多幅有关巴黎的作品后,范古厌倦了巴黎的生活。 1888年初,他离开巴黎搬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去追寻阳光。 在那里,他的画作开始变得五彩缤纷,创作的线条也更富表现力。 同年8月,范古画下了《向日葵》系列。 范古在阿尔勒租下了黄色房子,创作了在亚尔的卧室,并邀请高庚过来一起同住。 范古和高庚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,他们一起创作了多幅卓越的作品。 然而,两人对艺术的见解回忆,经常发生激烈的讨论。 高庚主要凭记忆和想象创作,而范古偏好与画前资所见, 个性的差异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。 在一次剧烈争吵后,高庚奋而离去, 没想到范古因为情绪过分激动,导致精神失常,过后用剃刀割掉自己的左耳。 戈尔事件的具体经过已经无法考证。 由于精神问题,范古本人也不记得事情的详细经过。 高庚随后也离开了阿尔勒,两人就在位见面。 1889年5月,范古自行要求住进阿尔勒附近的圣雷米精神病院。 精神病院和周边景色成为了这段时期他作品的主题。 他在那里创作了多幅作品,包括了著名的星夜,还有在亚尔的卧室的另外两个版本。 虽然他的精神病况依然不稳定,范古在圣雷米期间却十分多产, 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大约150幅油画的创作。 1890年初,范古由六幅作品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一郎展出。 在展览期间,其中一幅红色葡萄园与四百法郎卖了出去。 据说这是范古再生时唯一一幅卖出的作品。 1890年5月,范古搬到巴黎北部村庄奥维尔,住进了拉乌客栈,同时在这里接受医生保罗·加瑟的治疗。 加瑟是名岳鱼画家,两人成了朋友。 范古绘制了几幅加瑟的肖像,其中加瑟医师的画像是范古最著名的作品之一。 1990年5月15日,磁画以8250万美金,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最高价格。 在阿维尔这一时期,范古几乎费勤忘食,每天创作一幅作品, 惊呼狂热地画着阿维尔小镇及周边的花园和麦田。 虽然乡村生活对范古的健康状况有所帮助, 但经济上的不确定和对救病复发的恐惧, 使得他无法摆脱精神上的犹豫。 1890年7月27日,范古走到一处麦田里, 用手将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。 因为子弹没有射中重要器官,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 西奥接到消息后,从巴黎充满赶到奥维尔, 陪伴在哥哥的身旁,直到两天后他因伤势过重而辞世长眠。 半年后,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崩溃了德西奥随他而去。 他们两兄弟被安葬在了一起。 范古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艺术遗产。 在他短暂十年艺术生涯中, 总共创作了2100幅左右的画作,包括约860幅的油画。 西奥的遗孀约翰娜继承了范古生前的艺术作品。 约翰娜通过各种方式,包括举办画展和向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出界画作餐展,提升了范古的知名度。 1914年,约翰娜首次将范古跟西奥的来往信件,集结成书出版。 1973年,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范古博物馆节目。 从那时起,博物馆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房客参观,如今每年接待的房客数量超越150万。